7月23号 重庆动物园6月23号出生的两对大熊猫双胞胎迎来满月 并面向全球开展争鸣活动 当天 重庆动物园还邀请了79对双胞胎市民与他们共庆满月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双胞胎市民们统一着装亮相 他们在育幼室外与熊猫宝宝们隔窗相望 熊猫宝宝的亮相还是让市民们激动不已 参加活动的双胞胎红婉家红婉金姐妹告诉记者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这种双胞胎类型的活动 当时看到招募后 两人不约而同的报了名 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以前也没有一起参加过这种双胞胎类型的活动 就觉得很荣幸 所以就报名成功了 很开心 今天就来参加这个活动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技术主管尹燕强告诉记者 同时有四只大熊猫宝宝需要抚育 比较有难度 早在大熊猫宝宝出生时 重庆市动物园就请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 通常情况下 专家技术员会辅助排便 辅助喂奶 检查身体状况 测服温 同一天出生 鱼幼的时候是四只幼子 这个鱼幼难度上对我们来说就是加大了嘛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也来到我们这里 他们在第一时间两位专家也是来到我们动物园 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能够保障我们这个鱼幼工作 然后开展的更好 然后四只幼子生长的更好 据了解 两只大熊猫在同日产下双胞胎 这在重庆动物园近60年的大熊猫圈养史上上属首例 重庆市动物园管理处处长杨立叶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唤醒大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对大熊猫的保护 重庆动物园同时产下两对双胞胎 这在重庆动物园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 第二 两对双胞胎的产下后 能够健康成长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现在已经满意了 第三 我们搞这次活动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唤醒大众对真的发现的保护 对我们大熊猫的保护 对我们整个自然环境 能与自然活泄的一种响应 目前 四只大熊猫幼崽各项指标良好 重庆动物园宣布 面向全球为两对大熊猫双胞胎争名 希望熊猫宝宝的名字 能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相结合